各位,由今日开始,我们会分数集介绍任劍辉女士的生平, 同同他演出过的电影和戏曲。 喜欢任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 任劍辉,生于1913年2月4日,死于1989年11月29日, 原名任励初,又名任婉宜,广东南海西潮人, 于广州出生,粤剧女文姆生,有戏迷情人的美誉。 其堂妹任兵仪亦为粤剧演员,他与白雪先于1956年创立先奉明剧团, 及于1963年创立初奉明剧团。 以下,我们将会详细介绍任劍辉女士的资料。 任劍辉于广州出生,至少跟随儿母小叫天, 粤剧女小母,学习粤剧。 早期加入镜花艳影班在广州18普真光百货公司的天台游乐场演出粤剧。 14岁跟从有女马斯增之清在广州先施公司天台为主碎的粤剧女小母王女合学艺。 两三年后已可自立门户时期, 是靠多汉气来跟从桂明洋学习。 当马斯增的太平全男班剧团有小散班, 与谭兰卿,其后加入马斯增太平男女剧团等组织梅花艳影剧团, 在太平戏院登台演出时,已有贵名洋的风格。 1930年后,镜花艳影,梅花艳影。 1935年下历4月18日, 澳门时期始于镜花艳全女班开罗。 从澳门赛九会曼家乐器院演镜花艳女剧团的海报中, 母生梁少平,文母生任劍辉, 小母女劍云,唯一艳弹卯丹桑, 青衣弹越南方,花弹中翠蝶等等。 任劍辉执碎印之镜花艳影省港澳为一场授全女班, 与花弹除人心,车瘦英。 指云霞于清平戏院大放二彩。 任劍辉有女桂名洋之清, 道有女涉角仙之清的陈皮梅和有女马斯增之清的陈皮鸭加盟增强班底, 为尊重陈氏,将镜花艳影改为梅花艳影。 1940年后,平安剧团,三皇剧团, 1941年香港淪陷, 大量香港著名粤剧艺人当地谋生。 直到1942年中, 人太多,增多足少。 陈皮梅离开澳门返回内地, 随后,任劍辉又受平安戏院之聘加入平安剧团 与两位花旦谭兰兰兴及花旦上海合作。 早三皇剧团, 剧目有好女两头门。 各位关于任者的生平事迹,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明天我们会继续讲述任者的生平,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 不要错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